今天来种草莓 这个草莓盆栽不仅非常的好看 而且这个果子还可以栽的来吃 很多人会买这种现成的草莓盆栽 就是带果子的 有些果子都快红了 可以直接栽来吃 但是这样的盆栽的话 非常非常的贵 一盘要几十块 我觉得不划算 因为这个草莓实在是太好种了 而且长起来会非常的快 建议大家可以从这种小苗开始来养 这样的话还能享受到这个种植的乐趣 我的这两盆草莓就是用这个小苗种的 现在长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 种下去都没怎么管它 它们就长得这么好 所以我都种上瘾了 又买了这十颗小苗来种 这十颗小苗才花了十多块钱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现在就去给它们挑盆 这个草莓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大部分的花盆都可以种 还有就是不要用太深的盆 普通的盆就可以种 大家看我用这个12厘米的这个控根盆 种的这个草莓都能结出过来 如果一盆种一颗的话 我建议可以选择口径18厘米左右的就可以 最好是一盆种一颗 如果想一盆种多颗的话 最好用那种长条形的这个花盆来种 因为这个草莓只有当它把这个果子升到这个盆外来 它才更容易长大 如果在里面的话 因为光照各方面不足 它不仅长不好 而且还容易腐烂 我把它们种在这个口径17和18厘米的这个盆中 一盆种一颗 这样这个草莓才长得好 接下来就是配土 草莓喜欢这种肥沃 酥松透气排水性好的土了 一般常用这个辅液土和田园土 以1比1的比例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苏果土种 先在这个盆里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友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草莓苗处理一下 把这种枯掉的这个叶子给它剪掉 还有这种枯死的根也稍微修剪一下 你不要看它的苗这么差 其实它长起来会非常的快 这个苗它之前也是过长的根已经修剪掉了 如果没有太枯死的话就让它会更快 这样就处理好了 可以把它种下去了 这个土我没加很高 可以把它的根稍微四周分布一点 撒开一点点 然后再继续加土 然后把这个草莓苗提一提 这个草莓苗酸越 UNC 这个草莓苗最好要中高一点 然后下 remote種个样的 一下再摆一下 土还不够再加上 这样就可以了 食盆全部种好了 但是现在天也黑了 再给它们浇一波低浓度的生根水 让它们更快的长出新根 我用的是这个耐乙酸 耐乙酸在稀释前最好用这个温水给它化开 这个耐乙酸用水稀释1000倍 浇完生根水之后再用清水浇透 浇透水之后就可以搬去缓苗了 现在是阴天我就把它们放在这里缓苗 缓个三五天左右就可以